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几款非常好用的这个BT总值下载工具 并且在视频中,我将会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通过这个特殊设置来提高这个BT总值的下载的速度 好,现在我们去电脑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款这个BT下载工具 就是这款QbitTone 这款软件是一款完全开源 并且免费的这个总值和磁力链接下载工具 支持全平台,无论你是Windows还是苹果用户 或者这个Links都可以使用 而且这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你愿意折腾的话 这款BT下载工具可以在你的群晖里配置并使用 目前这款软件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官方版,另外一个是增强版 下载地址稍后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它们的功能差距不是很大 和官方相比,这个增强版可以实现这个反吸血 和自动更新这个Trucker的功能 自动更新Trucker这个功能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这个反吸血功能就比较粗暴 它屏蔽了所有版本的迅雷 其实如果你在大陆的网络环境下 完全屏蔽迅雷并不是很明智的选择 毕竟还是有大量用户在使用这个迅雷的 好,现在我们去下载这款软件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进入官网以后我们点击上方的下载 然后下面根据你自己的电脑的操作系统来选择相应的版本 第一个是Windows盘,第二个是苹果的,第三个是Links系统的 我这里选择第一个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好,下载完以后我们点击打开 点击OK 下一步 然后接受许可协议,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目的安装就行了,我们点击下一步 安装 我们点击同意 好,它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如果使用这个官方原版的话 我建议大家给这个软件加上这个Track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你这个BT下载种族的速度 这个Track的地址是被人托管的这个GitHub上面 而且这个地址是不断更新的 稍后我把这个地址给大家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Track的地址全部复制下来以后 复制下来以后大家注意要把这个空格的去量 然后点击这款软件的上方的工具栏 然后点击选项 然后我们点击左侧下方有个Btoy 然后找到下方有一个 自动添加以下Track的更新地址 然后我们勾选以后 然后把这个地址复制进去 然后点击应用,然后OK就行了 这样的话你使用这个官方原版的话 来下载这个BT总值的速度 就会有所提高 这款软件还有另外一个增强版的 就已经被人托管的GateHub上面 我们下载这个增强版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下载吧 这款增强版它也是这个完全开源 因为它的原码已经被托管到上面了 我们点击打开 同样的我们来安装一下 点击完成 好,这就是它这款软件的增强版本 如果不想麻烦每次去更新这个Track地址的话 那么我建议使用这款增强版 这款增强版的它是反吸血的 它就相当于 大了这个禁止回存的功能 然后这款软件是可以自动更新这个Track地址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接下来我们说下 第二款这个非常博触的这个BT下载工具 就是这款彼得精灵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款软件 这款软件界面非常的清爽明了 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完全兼容不需要总值服务器的DHT网络 支持通过MacNet这个磁力链接的下载 可以同时运行多个下载任务 并且具备非常强大的资源搜索功能 可以让大家更加快捷方便的找到BT总值的资源 而且只需要简单的几部设置 就可以兼容加密数据的重输 在Windows平台下完全支持这个UPNP的这个自动端口音色 支持HTTP、SOCK4、SOCK5代理模式下载 同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内网窗口功能 可以帮助内网用户建立相互的连接 在下载BT总值的时候 还可以一边下载一屏播放 这款软件在大陆使用能力比较多 如果你在大陆的话 我是非常推荐你使用这款BT下载工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影响BT的下载速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BT总值的活跃度 接下来我们说下第三款这个BT下载工具 就是这款Moglis 这是一款完全免费且开源的这个BT下载工具 它支持这个HTTP、FTP还有BT 以及这个磁力链接的下载 这款软件上的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 同时它也支持这个UPNP和这个NAT PNP的端口的映射 而且在单个任务下最大可以支持64个县程的下载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这个下载速度 这款软件也是支持跨平台的 它不仅支持这个Windows系统 也同时也支持这个苹果系统和LinkX系统 我们现在去点击下载安装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下载 下载完以后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安装下一步 安装 它现在已经完成安装了 点击完成 然后这里有一个防火墙 我们点击允许法外 这就是它默认的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非常简单的 到时候如果你要下载种子的话 你直接把种子拖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进行设置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软件左下方 有个设置的按钮 然后这里有个基础设置 然后这上面 上面是个外观设置 可以根据你喜好来设置这个外观 有个进阶设置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功能是非常好的 它里面有自动更新这个Chuck服务器的功能 使用这个Chuck服务器的话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这个BT的总值的下载速度 而且它这个Chuck服务器 它是自动更新的 不需要我们去手动去更新 这个功能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四款非常不错的这个BT下载工具 就是这款THT 这也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 并且完全免费的这个BT下载工具 这款软件是由一个国外的这个程序员 通过这个C++语言来编写的 同时它也支持DHT和PEX 以及这个Magnet的这个磁链接下载 可以在这个Windows和Ninx系统上安装使用 这款软件占用系统资源比较小 它除了完整的这个BT下载功能外 还带了这个高度加密的这个 私林的聊天功能 它的下载速度也非常的不错 稍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他们的这个下载速度 然后现在我去给它下载演示一下 进入官网以后我们点击上方的下载 然后它下面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是Windows系统的64位 第二个是32位的Windows系统 然后下面是另一个系统的 我们点击上方第一个就行了 然后找到下方的下载位置 它有提供三个镜像的下载地址 我们点击第一个 我们点击打开 点击继续 然后同意它的协议 然后点击安装 然后打开就行了 这就是它打开的这个界面 这款软件唯一的不好 它就是没有带这个中文的语言版本 它这个界面整个界面是完全英文的 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使用 因为我们下载这个BT总值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BT总值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 或者使用这个磁链接下载的话 你直接点击复制它会自动识别这个磁链接下载 最后我们来说下第五款功能非常强大的这个BT下载工具 就是这款TransmissionBT 这款BT下载工具也是完全免费且开源的 支持目前市面上的绝大部分的主流系统 并且对这个纳斯的群晖 软路友等也非常好的支持 也就是它的可玩性非常的高 并且这款软件没有任何的广告 可以下载比较敏感的资源 支持这个加密传输 对等交换 池内链接的下载 完美支持多种这个端口的转发 支持HTTP Truck IPv6和DHT等网络协议 下载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接下来我们去下载演示一下 进入官方以后我们点击上方的下载 进入下载页面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来进行下载 第一个是苹果系统 第二个是Windows系统 下面是多种不同的这个Linx系统的版本的这个下载地址 然后下方是像NAS或者群晖等多种不同的这个暖路由的这个安装报道下载 然后我这里直接下载这个Windows版本给它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Windows版本的 好我们点击打开 点击下一步 接受它协议 点击下一步 来对这个五种不同的这个BT下载工具 来进行它的速度的测试 看看它们的速度到底有什么差异 它现在已经下载了一段时间了 到目前为止 我发现最快的还是这款是Qbit 就这款 这款是最快的 就这款是最快的 它每秒速度可以达到1.7兆 然后排到第二名就是这款BTG0 它的速度可以将近600多KB吧 每秒 然后我把其他的BT下载工具关闭以后 发现这款MoreCheckBT下载工具 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兆左右 然后单独运行这个Transmission 这款BT下载工具 它的速度也可以达到每秒2.5兆左右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说要公平测试 每一款这个BT下载工具 最好是单独运行 这样能更准确的测试出 每一款BT的下载速度 所以说如果你想寻找一块 适合你自己的这个下载工具的话 最好把每一款都进行测试一下 然后测试过以后 发现哪一款是最快的 你就选择哪一个 当然了 这个影响这个BT总值下载速度 还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这个BT的总资源 或者这个总值的这个活跃度 以及你自身的这个网络环境 如果你在大陆地区的话 你要下载这个国外的BT的总值资源 你最好使用这个全局的翻墙模式 像V2ray双双 以及VPN的全局翻墙模式 这样可以达到最快的下载速度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你对我视频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订阅点赞加分享 打开小铃铛 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出品 啊 I ain't nobody perfect